由于气候变化 全球气温了跌创新高 内地不小省市最近纷纷发布高温警告 可谓曲线的啤酒消费旺季应已提早来临 市场甚至视为啤酒行业实现销量 逆后收复的一年 华润啤酒00291 恢复高增长可期 短线直播率不足 年内 润啤积极提升产品结构 和调整部分产品价格 带动整体平均销售价格按年上升5.2% 公司给予今年收入增长中单位数 淨利润增长为双位数 和超过20%的高端啤酒销量增长预测 除了啤酒生意 润啤近年积极开拓白酒市场 入股多家知名企业 有机会成为未来新增长动力 前景亮丽 据悉 今年首季度内地啤酒产量按年增长4.5% 3月份在低基数之下 更增加20.4% 季内 啤酒行业龙头企业销量增速军跑赢行业 并驱已恢复甚至超越疫情前水平 此外 今年来 铝玻璃和雅零子的价格呈现10%至20%的下降趋势 由于啤酒公司大多按贵度采购包装材料 大格走低对毛利率的正面贡献 将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渐释放 上月中大和重新对润啤的买入评级 建议趁股价回调吸纳 目标价由70元上调至76.5元 距离现价若有48%的上网空间 投资可以依此参考